台北地检署 都给他处理 包含说像是柯靖总的财务长 一直就是由李文宗来负责 所以可说对柯文哲的金流 可以说是非常的清楚 而沈庆经的爱将朱雅虎呢 就堪称更是小沈的接班人 他从北市殡仪局局长退下来之后 就到威靖集团的顶月开发来担任董事长 而当时就是来专门处理金华城案 因此可说对金华城的这些金流 可以说是非常的清楚 包含说沈庆经有编列4.3亿的公关费 这会不会流向流去何处 都是他会知道的 我们透过手板就来带您看到 他们其实在鸡鸭屏上是两种说法 包含说朱雅虎是坦诚行贿 而他也是现在在押的被告里面 唯一一个坦诚行贿的人 甚至检方还有发现说 他与沈庆经等人有翻译联络 行为分担 也就是说他们两个人 有共同来完成行贿的行为 再加上检方也有说他有发现 大多数的家人都是居住在国外 而且朱雅虎也有在国外置产 等于说会不会早就已经把财产转到国外了呢 现在都是检方要侦办追金流的重点 而李文宗则是否认犯行 而检方还是不能排除人有与其他的被告 具有利害的关系的潜藏共犯或证人 还没有到案 也就是说在今天 有没有可能在约谈陈佩琪 或者是约谈金华城的董事长陈玉坤 来交叉比对金流 都是我们持续带您关注的重点 但是我们刚刚有谈到朱雅虎 现在是坦诚行贿的 而他在家庭上面 坦诚行贿是咬出了谁 可能对现在的相关被告都是非常不利 以上最新一先把时间镜头还给彭内主播 北京集团子公司顶月前董事长朱雅虎 涉犯了违背职务行贿罪 今晚在家庭上坦诚犯行 人被裁定收押禁件 而在裁定书上面还有指出 他与沈庆金有翻译联络 行为分担的具体犯罪事实 也就是说他被列为沈庆金的行贿共犯 而且两个人还有共同完成行贿 朱雅虎被羁押上号 走上球车还刻意回避镜头 肯定没算到 第三度被约谈想认罪协商 却一样只能搭球车离开 因为法官认为 朱雅虎有在国外制产 疑似也把财产转移出国 再加上他的家人大多居住国外 有潜逃国外生活的能力 因此积押警戒 而在北院积押的裁定书中 第一句话就是 朱雅虎坦诚犯行已经认罪 还与沈庆金共同行贿 再看看柯文哲 最初吴宝请回 高院发回跟财的理由就有写到 在查扣的相关对话记录中 检方发现 朱雅虎和应小为有联络 光以这两份裁定来看 朱雅虎显然是 沈庆金的金流水龙头 负责帮他行贿打点官员 朱雅虎还在容积率提高到 840% 获得300万奖金 而陈佩奇则是在今年 去看上亿房产 两者有没有关联 检方还要查首要之物 就稍追出 沈庆金的4.3亿公关费 还留到哪儿 朱雅虎最有可能知道 以下金华城的事情 没有啊 8天前第二度被约谈 朱雅虎还强调没行贿 但这次检方拿出关键事证 他说辞大转变 坦诚行贿还咬出很多人 下一步检方不仅要提讯 沈庆金柯文哲应小为比对说法 更不排除约谈陈佩奇 要厘清金流 在新闻 黄金华彭星明在台北报道 柯文哲很难逃得了 这个所谓土地 金华城案哪些事情 可能成为关键 议员再揭露当时公文 来谈谈容积率 到底怎么暴增的 原本危机集团 要一并开发 金华城西北侧土地 才能得到容积率 百分之五百六十 最后是否妥协 同意解除计划书 开发规定 但也提醒 要照顾西北侧权益 前台北市副市长 林清荣 才盖柯文哲 以章通过 当时林清荣是有将这件事情 好好地守住 该守住的部分 那到后面呢 从五百六到八百四 林清荣就已经离开了 另外这份文件 在一月十五号盖章之后 发文日期 从一月二号 突改成一月十八号 连公告生肖日期 也清楚看到 是手写的一月十九号 让议员也有所质疑 为什么道理 柯文哲 立即火速的办理 而且是火箭式的 马上呢 就签准了所有的公文 然后让他拿到五百六 还不打紧 后面再追加到八百四 精华存容积率 从百分之三百九十二 提升到百分之五百六十 前监察委员刘德逊 在2016年提出纠正 也是关键 2017年又质问 北市府拒绝采纳 北市府意见 并在同年八月 认定精华存容积奖励为 百分之五百六十 甚至呢 就找了林青龙副市长 跟杜花局的相关的人员 来去质问他 所以林青龙破语无乃 就只好同意解除 这两块基地 就不用一并开发 也就是把民众的权益放弃掉了 或许当时 省信经透过各种管道 给了市府不少压力 从公文上看得出来 林青龙似乎有意守住 原本整体开发的规定 如今计划查案 随着更多文件曝光 不论是柯文哲清签的 或是各种大概的 统统都有 对比先前 不知情义说 柯文哲还是听而不见 视而不闻 东森讯文 李世奇 李路台北报道 戴着卡琴帽 故意回避镜头 他就是省信经的爱将 朱雅虎 违京子公司 顶月前董事长 三度被约谈 最终逃不了 积押境界 凌晨十二点多 搭球车前往看守所 在积押理由中 法官认定朱雅虎 违背职务行贿罪 而且与省信经等人 有翻译联络 行为分担等 具体犯罪事实 也就是说 他被列为 省信经的行贿共犯 而且两个人 还有共同完成 行贿行为 而在家庭上 朱雅虎也坦诚犯行 检方查出 朱雅虎大多数家人 都居住在国外 还有在国外置产 恐有逃亡之余 甚至可能利用 影响力勾串 因此裁定 积押境界 他有提判告吗 委任律师 脸色铁青 不愿多团 走出台北地院 必比前一晚 陪同朱雅虎复训 他还神态自若 朱雅虎从27号 遭到搜索约谈 28号清晨5点多 遭检方申请积押 晚间8点45分 正式召开积押亭 历经一小时攻防 9点45分结束 北院裁定积押境界 但这回认了行贿 是认了哪个部分 毕竟朱雅虎 被视为精华成案 柯文哲和省庆经中间 贪污关键的那一人 不仅与柯P大账房 李文宗熟事 从柯文哲 高院撤销裁定书中 朱雅虎的名字 就多次出现 检方查扣 相关对话记录 还疑似在监听一文中 听到朱雅虎和一响为说 我有向主席报告 证实他们两人想联手 促成金华城融击案 甚至柯文哲 花4300万 买的商败也被质疑 牵线人 就是朱雅虎本人 而在金华城 获得840%融击率后 朱雅虎不仅获得300万奖金 省庆金还大手笔 两度编列公关费 共4.3亿 下一步 检方将再提训 省庆金交叉比对 如今朱雅虎坦诚犯行 他咬出了很多人 这些相关人 必定坐立难安 等新闻黄建华彭星 也在台北报导 柯文哲进总财务长李文宗 第三度走进北检 这次却坐上球车 跟好同学一起进到台北 看守所 李文宗这一次被约谈 是为了金华城弊案 涉嫌贪污背信罪 收押警戒 但明明他上一次被约谈 只是政治献金案 未造文书的罪嫌 200万元交保后传 怎么案情会突然审展开 以北院的裁定理由来看 未经集团涉嫌把钱汇入木可公司 或是民众党的政治现金账户里 已经触犯了收贿罪 而李文宗身为财务长 如果有私下挪用这笔款项 也涉嫌背信罪 现在要追的就是巨款流向哪里 是李文宗还是柯文哲的私人账户里 检方接着要办柯文哲背信罪 该负的责任李文宗说要自己负责 两个人从高中同学变成好同事 李文宗从2018年担任市长办公室主任 2019年出任北捷的董事长 再到柯文哲进总财务长 当民众党有假账怡云 第一时间把错都推给会计师端木正 可见他跟柯文哲的好交情 李文宗继续力挺同学 还是咬出更多人 金华城弊案累计20名被告 7个人被羁押 检方不排除下一步将约谈 柯文哲进总总干事黄珊珊 东森新闻抓捷林尚玉台北报道 捷林深入追败金华城案 再度一口气约谈16角 不少都是柯文哲贴身相关者 密切掌握柯文哲的行程 其中柯世补时期 行程秘书黄新香进到台北地检署 见到大批媒体 却在镜头前逼出不雅手势 虽然他马上将手收回 但过程清楚被录下 还有他们同样是柯世补时期的行程秘书 黄洁颖林鼎峰同样列为这波重要证人 而过去柯文哲的贴身随护陈文忠也被约谈到案 他目前还是台北市大安警分局的行政组组长 昔日跟在柯文哲身边当随护十年 是柯文哲形影不理的核心自己卷 2019年民众党创党大会陈文忠被捕捉到 手机背后贴着我柯本我骄傲 同时低调入党 网红四叉猫还爆料 陈文忠曾经捐三十万给民众党 这笔钱哪来 对此陈文忠没有回应 对检联来说 要厘清柯文哲三观行程 见了谁说了什么 为了突破疑点破口 这些钱秘书跟贴身随护 无非是关键人选 讯后全都请回 而根据平面媒体报道 检联约谈这些证人 疑似想厘清柯文哲随身点内 小省1500审庆金是否为行程 对此背检回应与事实不符 柯文哲结婚三十几年的妻子陈佩琪 在北市联合医院担任医师 服务36年27号正式退休 毕竟身为客家大丈夫仿 检联为了追内情 也不排除再度约谈 东森新闻 生活报道 应小会议员 佟中白主播 还有这个刘德勋 坚伟前市长黄大中 都曾经在这个基金会担任董事 或担任过执行长 金华城案持续延烧 尤其好几位关系人 都在省春池文教基金会任职 简书培就质疑到底基金会 在这中间扮演什么角色 毕竟基金会的前秘书长 佟中白也曾经捐款给民众党 可以自己的党主席在台北市当市长 一面交办都发局办事 然后民众党另外一只手再收钱吗 简书培直疑难道天底下真的有这么巧的事情吗 到底这实际点有多敏感 2020年3月10号应小微便当会之后 一个礼拜金华城就送陈情书到北市府 三天后柯文哲就交办都发局金华城陈情书 3月23号都发局就起草金华城陈情回函 最关键的是3月24到3月26号 这三天微金集团七位员工 一人各捐了30万 总共210万给民众党 而就在3月26号当天下午5点 黄景茂就核定回复金华城公文 隔天3月27号都发局就发函 告知金华城提到凤娇下 更说近期会将陈情案送到都委会研议 凤娇下都发局的上级长官就是副市长 要不然就是市长 刻意将民众党的政治献金 跟都发局发公文的时间 做恶意的连结 究竟是外界恶意的连连看 还是维京集团至于柯文哲至于民众党 全都逃不过这场劫难 东森新闻政治中心综合报告 相关的人指的就是民众党前立委蔡壁如 台北市议员洪建议连日惊咬 蔡壁如有没有说到北市前兵役局长 朱雅虎的陈情信 如今朱雅虎涉入金华城案遭积压禁建 让洪建议更加笃定 真的没关系吗 洪建议日前就秀出2017年 朱雅虎就曾为金华城案 手写信要打通关 交给蔡姐疑似就是指 时任市府顾问蔡壁如 且蔡壁如还下手语帮忙开协调会 因为这个手语的事情 包含她写诚信息给你的事情 那代表你们两个的交情蛮深厚的 甚至于她还会告诉你市议会的八卦 有可能是下一波被调查的对象 是2020年3月以后的事情 我2019年我就离开台北市政府了 蔡壁如不断用时间点自清 但洪建议认为这只是转移焦点 容积率变更是一连贯的 柯文哲也完全知情 有无犯罪事实仍有待司法理清 但比起隔空各执一词 洪建议更期待向法庭当面对之 东森新闻之中新综合报导 最新的连线要来关注的是 北检侦办精华城案再度发动大型的搜索行动 现在两名关键被告李文宗跟朱雅虎都遭到收押禁件了 详情连线给人在北检的记者 华子峰 好 主播观众 我们现在就在台北地检署持续来关注 台北地检署在这一段时间 侦办精华城案件 尤其呢 今天已经是柯文哲被收押禁件的第25天 那么在这过程当中 北检不管是提讯在押的被告 也或者是约台 也或者发动大型的搜索行动都没有少过 那么在前天呢 再度发动大型的搜索行动之后 两名关键被告包含了柯文哲的前亲信李文宗 以及呢 任职于微经集团子公司担任董事长的前兵议局长朱雅虎 这一波行动中通通被收押禁件 透过最新曝光的画面 我们看到呢 这个是在昨天深夜开完积压亭之后 李文宗以及朱雅虎 两人在今天凌晨上修车 前往台北看守所 而李文宗呢 跟朱雅虎他们在过程中是没有多做回应的 不过我们看到这个画面 其中朱雅虎年约七十几岁 他身上还带着护腰 那么也受到各界的关注 好 透过图卡 我们要带观众朋友进一步来掌握这个时间去 就在27号呢 检方发动29路的搜索行动 28号呢 检方是开了限月亭 也就是呢 跟先前柯文哲开集压亭一样 也就是要限制他们的委任律师来阅卷的形式 就是只能透过手抄不能把他影印带走 就是避免被外流资料以及被串阵的可能 那么就在昨天呢 三个小时的接力鸡鸭亭之后 李文宗跟朱雅虎就在昨天深夜被收押禁键 今天凌晨前往看守所了 说到李文宗 他是柯文哲的高中同学 相识大概50年 而且是前办公室主任 以及晋总的财务长 李文宗呢 在9月4号 其实因为政治现金的案件被依偽造文书约谈 同样呢 是证人转被告 当时呢 200万招保 而且限制出境出海 那么透过电子监控 现在呢 又卷入金华城的案件 被收押禁键 而另外说到朱雅虎 他是前台北市的兵役局长 当时呢 是透过应小微前线认识 沈沁金 之后呢 他就前往沈沁金的子公司 也就是顶月开发来担任董事长 当时年薪300万 而且呢 负责金华城的案件 之后呢 还领到300万的奖金 这一次两个人被收押禁键 今天北检 还有什么新的行动吗 我们在这里 也会持续为观众朋友 带来最新掌握 同时间 金华城案今天有了最新的进度了 检方在侦办并且复训之后 升押了李文宗 朱雅虎 并且申请部分限月 下午的4点20分将开月券庭 经进展交给议庭 好主播各位观众 带您持续为关心 金华城案的最新进展 检方呢 昨天是展开了第二大波的侦查行动 并且带回了16人 最后呢 申请羁押了两名被告 是谁呢 也就是前柯文哲的办公室主任李文宗 还有前威京集团顶月开发的 这个董事长朱雅虎 两个人遭到检方是生涯境界 那么除此之外呢 检方还再度出招人 也就是说呢 要来开这个月券庭 怎么表示呢 其实认为说 检方在不排除在这次侦查行动前 已经掌握了贪污金流的关键证据 因此想要利用这个月券庭的方式 让两名律师呢 在月券庭的过程当中 没有办法看到 这个关键的证据到底是什么 那势必假设月券庭成功 事后再开这个积押庭的时候 一定多多少少都会让律师 是有一些影响的 所以目前呢 这个月券庭是从下午4点20分 正在开庭当中 我们也能看到说 到了现在已经大约50分过去了 结果还没有出来 目前还在进行月券庭 稍后呢 这个北院的法官呢 就会来公布说 到底月券庭有没有成功 事后成功之后呢 这个律师就会再进行 这个月券的部分呢 那这个如果说月券庭成功的话 那么律师他只能看部分的内容 同样呢 可以拍照可以隐隐 只是关键的这个相关证据内容 可能就看不到了 那么月券完毕之后呢 就会再来召开积押庭 那么呢 如果积押庭开始召开 我们就能知道说 最后两名被告 也就是李文宗和朱雅虎 他们两个人到底会不会积押 有没有是因为这个贪污的最前重大 有符合积押的要件也就是这个 串政灭政逃亡之余 到时候呢 就会来法官来决定到底会不会积押 或者是有其他的强制处分 结果出炉了 那么其实我们也能知道说 昨天检方呢 是围起了一个多月后 再度来展开第二大的这个侦查行动 搜索了29个地方 并且呢 带回16人 其中现在深压的就是李文宗 以及朱雅虎 那接下来 如果有任何最新的状况 我们都会在现场 随时为您做掌握 好 各位观众 下届所在 为止在台北地检署 持续来带您关心 金华城案的重大进展 而在昨天 检林恩是兵分了29路展开搜索 包含是有去到了 未经集团的员工 以及亲友的住居所 以及办公室来展开搜索调查 透过手板叫来带您看到的 昨天主要有约谈了 16个人 这当中包含了10名被告 以及6名证人 其中有15个人 最后是被移送到台北基地检署 来接受复税 而被告最关键的两个人 就是前顶位的董事长朱雅虎 以及柯敬总的前财务长李文宗 除此之外呢 其实在昨天 有一个证人身份到场的 就是柯文哲的前秘书黄新香 但是他还有被媒体镜头捕捉到的 疑似是有走到北检的时候 有比出了一些不雅的手势 不过在最后 他复训之后是被请回的 我们主要就要来谈到的 就是这两个关键的被告 包含说朱雅虎 这部分呢 其实他就是前顶月的董事长之外呢 他还是北市的殡议局前局长 而之前是透过应小威来认识了沈庆金 之后在退休就有去到沈庆金 也就是威京集团的子公司 顶月担任负责人 除此之外呢 我们就要来谈到另一个人 就是李文宗 柯文哲竞选办公室的前财务长李文宗 就被掌握说 一开始他其实被约谈到案的时候 是以证人身份 被约谈的案子是政治现金 不过第二次被约谈的时候 就是以卫造文书200万交保 也就是说他从证人的身份 转为了被告 但是这一次被约谈 他居然是被以金华城的贪污罪来约谈 主要就有可以看到的是 检方现在已掌握了政治现金部分 来到了金华城 可能这中间有掌握了关键的金流 而他们两个人现在都被深压境界 因此如果到时候 如果被积压的话 可能也可以看到说 他们跟柯文哲有很大的关联 以上这一期 先把身镜头先还给棚内主播 我们就继续来追踪台北地检署 昨天为了追查文艺金集团的金流 再度的大动作进行了第二波的大型搜索 昨天呢 并分了29路来搜索 约谈了16个人到案 并且将15人移送到北检附训 当中约谈16个人 10名被告 6名证人 而且呢 其中新副账房李文宗就遭到了身压 他是时任柯文哲晋总的财务长 再来还有是文艺金集团旗下 顶月公司前董事长朱雅虎 前两次有遭到约谈是全秀而退 这一回同样是遭到生压 金华城案要拼两个月内签结 简连密集传训相关人 27号展开行动 依照贪污罪嫌 不只在传唤10名被告 还找来多名证人 其中包括戴黑色口罩的女子 曾是柯文哲 在担任台北市长时的 行程秘书黄兴湘 毕竟金华城案期间 柯文哲与沈庆金有没有多次 私下会面相关行程秘书最了解 另外还有黄杰颖和林鼎峰 他们都先在连证署训问后 才来到北柬附训 同样担任证人角色被约谈 这回检方锁定危机集团内 法务部和财务部等相关员工 离清案情 为了巩固贪污市政 检方从8月底展开首播大型侦查行动后 事隔一个月 9月底再一口气找来16人 不过柯文哲的大帐房 妻子陈佩琪 这回同样没有被约谈 是否时机未到 检方下一步的动作 怎么走各界高度关注 东城区人尤雅信 王伯伟 姚一婷 台北报道 好 主播各位观众 现在记得所在位置 在台北地检署持续的 带你关心金华城案的重大进展 而检方在昨天是兵分了29路 展开搜索调查 分别是主要针对 就是去到了危经集团的员工 以及亲友的住居所 或是办公室来展开搜索 主要还有带回了16名的人 来到北柬来接受付税 之后呢 这其中只有10人是被列为被告 而主要关键人就是前鼎月的董事长朱雅虎 他同时也是前北市的兵役局局长 之前呢 透过应小微来认识了神信金之后 退休就来到了微经集团的子公司 也就是鼎月来担任负责人 而在之前 其实金华城容金率提到840%的时候 他还有拿到了一笔300万元的奖金 因此这回也被约谈 而令人就是柯靖总的前财务长也就是李文宗 他之前其实一开始检方是追查政治现金的部分 以政治身份将他约谈到案 不过在第二度约谈他的时候 他的身份就从证人转为了被告 最后是因为在文书预令他200万交保 而这一次是第三度被约谈 他的身份也从政治现金案来到了 金华城的贪污罪的被告 而这一次还被深压境界 由此可见检方现在已经从金流的部分 从金华城政治现金可能有发现 中间有相关联的关联性 而现在他们持续得到来带您关注的是 因为遭到深压了 下一步就要看家庭什么时候开 最新情况我们赶快带您来看 穿着绿色上衣戴着口罩的 就是时任柯文哲晋总财务长 也就是柯文哲大帐房李文宗 这回他再次遭到北检约谈到案 检方认为李文宗涉犯贪污罪 罪嫌重大 被余令深压境界 威京旗下顶月公司前董事长朱雅虎 也同样遭到深压境界 另外威京敌团法务经理陈俊元 以及金华城监察人张志诚 则分别以150万元和250万元交保 北检正办金华城容积弊案 27号指挥连战署兵分29路 发动第二波搜索 还有首度曝光的 沈春池文教基金会前秘书长 也是前电视主播的佟中白 不只如此 柯文哲的秘书随护等人也被传唤 这次一共传唤16人 包含10名被告 6名证人到案 并将15人移送北检附讯 检连正办金华城案 除贪污图利部分之外 最欠缺的是找出 柯文哲与沈庆金之间的金流 对价关系 而北检以贪污被告身份 与令李文宗审压禁建 是否代表检连已经突破 掌握柯文哲金流 北检同时三度约谈 前两次全身而退 未获任何强制处分的朱雅虎 是否代表会让柯文哲 一枪毙命的关键金流 已经浮现 备受关注 东西的廖峰祥在台北报道 民政房主席柯文哲 涉入金华城闭案 9月5号遭到积压禁建 事发将近一个月 有最新民调出炉 根据美里岛电子报 9月的调查 有66.9%的民众 对柯文哲不信任 而造成民众反感的案件 前三名 第一名就是金华城案 有56.8%的民众 因此印象变差 其次是五成民众 不满木可公司的账务争议 以及政治现金争议 占了47.6% 更有超过五成四的民众 认为柯文哲 会在赖清德总统任内 被判刑坐牢 只有17%的民众 认为柯文哲没有违法犯罪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民调也针对行政院长 久龙泰施政表现进行调查 发生9月的满意度39.9% 较8月下滑4.4个百分点 不满意度则上升6个百分点 接近黄金交叉 东森新闻综合报导 微经集团主席沈庆金 被简连带回第一天 就透过律师发出声明 第一句话就强调 自己从年轻到现在 都没有对官员妥协过 或送过红包 但他底下的人似乎不是如此 翻阅判决资料 他旗下的中华工程 几年前就涉及行贿 为在台北公馆的空军司令部 复兴营区2017年 进行改建工程 当时得标的 微经集团子公司中华工程 就被时任负责的 少将张大伟所会 判决书指出时任军备局工程 营产处处长少将张大伟 透过建筑师向营造厂暗示 我可以帮忙 更在饭局上直接向得标的 中华工程公司开口 将3000万汇款加码到4500万 说还有其他事情要打点 而时任总经理沈华阳 则回应增加金额蛮大 没办法决定要回去和董事长 也就是沈庆金的弟弟沈庆光 报告讨论 接着又往上向沈庆金报告 沈庆金还问他沈庆光知不知道 他回说已经先报告好了 沈庆金则说沈庆光知道就好 事后张大伟被依收贿罪判12年 沈华阳和沈庆光则被依背信罪 分别判刑2年和4年 沈华阳获得缓刑 全案还可上诉 这起案件烧不到沈庆金 而金华城案是否设好防火墙 沈庆金能不能全身而退 备受关注 东森新闻林云全 蔡玉山在台北采访报道 简流27号续追金华城弊案 兵分29路约谈10名被告6名证人 但是民中党副秘书长徐甫却意外现身 所以今天是哪里又被搜了吗 是因为金华城案吗 所以今天是有被带走新闻人吗 被提问回回首 徐甫不是为了金华城弊案来 却在廉政署的大厅 来来回回待了34分钟 他一次吃了闭门羹 赶紧出来澄清 说我被冤海 并没有被冤海 谢谢大家 说也奇怪 徐甫2022年才加入民众党 金华城弊案是他加入的前一年 照理来说 徐甫跟这一起弊案毫无关系 他突然现身是为了谁 前柯文哲贴身随护陈文中被移证人的身份移送到北检附训 他目前还是台北市警局大安分局行政组的组长 他跟在阿伯身边当随护十年 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吃到什么都可能是关键 检连这一回除了约谈柯文哲自己人 另外还包含了顶院开发前董事长朱雅虎也是第三度被约谈 而检察官不放过的还有金流 防务部的国际金融情报中心主要跟167个国家进行 金融勤资交换 同时又跟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等地签署被忘录 就是要来抓海外洗钱 假设又虚拟资产洗钱国际金融情报中心也能查 毕竟柯文哲的儿女长期在海外 还有柯家大帐房陈佩琪在北市联姻服务36年27号正式退休 检连不排除下一步再约谈陈佩琪 毕竟柯文哲的积压期限两个月倒数钟声响起 北剑动作频频要解开贪污真相 东森新闻抓解卢品农证鸿生梁俊堂台北报道 金华城案重大进展带回10名被告6名证人 其中15人晚间进行复训 包括第三度遭传唤的前顶月董事长朱雅虎 目前有已经有认罪了吗 还是应该否认有收入行贿吗 他戴着帽子在廉政官陪同下缓慢步入北检 针对提问不发抑郁 除了他也传唤前柯文哲的办公室主任李文宗 李文宗过去也曾任柯文哲进总财务长 先前卷入政治现金案 这个月4号才被依照卫造文书罪嫌传唤 当时预令200万交保 不料金华城案中也发现他的身影另外还有 有收钱的行为吗 这名男子身形高大 他是威京集团联络人兼法务经理陈俊源 先前才被周刊爆料 简连发现金流账册提及陈俊源200万 是收钱还是拿钱检方要来查 同样是被告身份传唤的还有前电视主播 前沈春池文教基金会秘书长佟仲白 简连大动作缤纷29路搜索约谈 不排除掌握金流新市镇 金华城案累计被告达20人 贪污风暴再扩大 东城新闻有亚新王博尔庭 陪陪报道